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十一种孤独,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二十四万字,我会用二十二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精髓,不同人生境遇中的同一种心理困境,孤独。 提起现代人的心理状态,我们的脑海中不免会冒出很多负能量的词汇,诸如迷茫、浮躁、孤独等等。 不得不承认啊,比起祖辈与父辈,社会的发展让我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但内心的压力却似乎在一天天水涨船高,也许你会有些困惑,为什么物质的提升却降低了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呢? 其实,类似的情形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同样存在。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作为战胜国,国境地位不断提高,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经济也逐渐扭转,大萧条的颓势,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毫无疑问,美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可是在本书作者理查德·耶茨的眼里,美国标志性的大都市,纽约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却并不如意。 那么在这本《十一种孤独》当中,耶茨从纽约社会挑选了十一个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小人物,通过小人物的生活片段,来为我们揭开繁荣社会下的共同心理问题,孤独的深层子原因。 这本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于1962年,收录了作者在1951年到1961年创作的十一篇短篇小说。 整本小说集语言朴素而真实,真实到让很多人读来感到似曾相识。 书中的人物由转学而来却无法融入新班级的怪异男孩,有在情人陪伴下去看望生病丈夫的无助妇女, 还要在职场上怀着梦想却被现实打击的热血中年。 依此笔下的十一个人物都是普通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在一个日渐繁荣的社会中过着并不如意的生活, 有着不一样的孤独,他们共同构成了纽约社会的小人物的众生像。 与著名作家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也被称为是都柏林人的纽约版本。 本书作者理查德·耶茨出生于纽约,年幼时家庭的变故使得他从小就历经艰辛。 二战时期,中学毕业的他受海明威的影响,认为作家应该融入生活的洪流中,于是选择了参军。 战后,耶茨开始专心从事写作,但不幸的是他的作品是周南已在美国的文学界得到认同, 被《泰晤士报》称为是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 二十世纪最具洞察力的作家。 除了这本小说及《十一种孤独》之外, 耶茨最著名的作品当属讲述同时期中产阶级生活的革命之路了。 这部作品曾在2008年被改编成电影, 并由《泰坦尼克号》中的男女主角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主演。 这也使得耶茨这位原著小说的作者为更多观众所熟知。 好,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我们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首先,在职场中, 孤独是对梦想的一种执着的坚持。 第二个重点, 在回应中, 现实与情感的冲突让现代女性倍感孤独。 第三个重点是, 在生活中, 孤独是一段不需要掩饰和逃避的自我修行。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 在职场中, 孤独是对梦想的一种执着的坚持。 作者耶茨本人说, 如果我的作品有什么主题的话, 我想只有简单一个。 人都是孤独的, 没有人逃脱得了, 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因此在耶茨的笔下, 形形色色的人都要面临同一种情绪, 那就是孤独。 如果硬要给这些孤独做个分类的话, 我们就从在职场中和家庭中两种最常见的孤独来说起吧。 每一个出入职场的年轻人几乎都充满着干劲, 有着帅针洒脱的性情, 他们看不惯单位里的勾心斗角, 脱位扯皮, 总是不断思考着如何用更有效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和业绩。 他们有着无数的新想法, 并不加思索, 一意孤行地去尝试。 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同事们都对工作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听之认之。 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职场新人, 这种新指的并不一定是他们的年龄, 而是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丝毫没有适应之后的携带感。 耶茨的笔下并不缺乏这种在职场上与周围人格格不入的小人物。 在故事与鲨鱼搏斗中, 耶茨就描写了一位并不年轻的职场新人, 利昂·索贝尔。 从年龄上看, 索贝尔已经35岁了, 在进入劳工领袖这家宝舍前, 一直做的是板金工, 就是技术工人。 不过别小瞧这份工作, 索贝尔做技术工人的收益几乎是宝舍收入的两倍, 但对索贝尔来说, 人生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了钱, 他依然辞职放弃高薪来到宝舍, 为的就是实现他的文学梦想。 包摄的员工几乎都把这里当作一个暂时的落脚点, 对工作敷衍应付了事。 但索贝尔与其他人不同, 他带着满腔的热忱投入到工作中, 认认真真的做一些在其他同事看起来极为琐碎无聊的事。 他兴奋地接下了所有人都不愿花时间去做的 《劳工杂谈》这个栏目,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讲真话, 东西人性本质之谜。 不过索贝尔最终失败并遭到了开除, 因为《劳工领袖》虽然自称是 忠于工会运动精神的独立报纸, 实际上却只是一本拍出钱订阅的 《工会头头们马屁》的低劣报刊。 这种追求现实利益的杂志, 自然是不会为索贝尔的梦想卖单的。 对于《劳工杂志》和当时的文学环境而言, 索贝尔无疑是孤独的, 他曾经创作了九部作品都因为太真实而无法得到认可。 他所追求的真实与虚假繁荣的世界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这就是他孤独的源头。 而索贝尔的经历也几乎是作者耶茨艰辛的《文学之路》的写照。 二战结束后, 从军队退役的耶茨举家搬迁到欧洲, 在欧洲生活的几年里, 除了写作, 他什么都不干, 但他的作品就是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知名杂志《纽约客》拒绝了他的每一篇投稿, 直到2001年也就是耶茨逝世后的八周年, 纽约客杂志才第一次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作品。 从欧洲回国后, 为了生计耶茨曾经替人捉当欧代人写作, 还跑到好莱坞写过剧本。 在作家创作班当过老师, 即便如此, 耶茨也从未停止过写作, 他的晚年孤独贫寒。 但我有两件事儿不曾放弃, 那就是写作与抽烟, 直到生命的尽头。 很多人在出入职场时都怀揣着梦想和热忱, 但像索贝尔和耶茨这种一辈子都遮蓄梦想的职场新人少之又少, 在这个人人都在不断成熟, 学着适应、放弃、迎合的社会里, 他们看起来是那样的愚蠢和孤独。 在追寻梦想的索贝尔的故事里, 孤独让他失业, 让他遭到同事们的同情, 但对索贝尔自身而言, 他从未因孤独而放弃, 相反正是这种对孤独的坚持, 让他变成了一个时代中不断随波逐流的强者, 或许在最终的他也会像耶茨本人一样, 给后世留下这样真实到直击人心的作品。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 在职场中, 孤独是对梦想的一种执着的坚持, 耶茨在《与鲨鱼搏斗》中描写了一位 怀揣着文学梦想的小人物索贝尔, 为了写出自己想描绘的真实世界, 他放弃高薪进入报社打拼, 但他的真实与这个虚假的世界格格不入, 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而索贝尔的经历也是耶茨本人在文学道路上 始终得不到认可的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 很多人在出入职场时都怀扯着梦想和热忱, 但像索贝尔和耶茨这种一辈子都遮寻梦想的职场新人少之又少。 在这个人人都在不断成熟, 学着适应, 放弃, 迎合的社会里, 他们看起来是那样的愚蠢和孤独, 但正是这种孤独将他们变成了时代真正的强者。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 在职场中, 孤独是对梦想的一种执着的坚持。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说第二个重点, 在婚姻中, 现实与情感的冲突让现代女性倍感孤独。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的个性越来越突出, 在婚姻中要遇到一个心灵契合的灵魂伴侣变得十分困难。 因此, 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在婚恋中常常面临这样一个选择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 是否应该选择一个表面适合的人结婚呢? 耶茨在故事《万事如意》中就描绘了这样一对情感上 毫无契合度的情侣。 通过她们在结婚前一天各自的心理活动, 展现了当时美国年轻人在情感生活中的孤独。 新娘格雷斯是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小职员, 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对爱情是抱有极大幻想的。 她喜欢营造浪漫温馨的气氛, 穿上最美的衣裙, 背好雪丽酒等待爱人的到来。 而新郎拉尔夫与这种小资情调的浪漫气息, 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不能说她物质, 但她的确是务实的。 她丝毫不关心格雷斯的情感需求, 唯独对金钱特别的认真。 在小说结尾处, 拉尔夫为了付好友们的约会, 抛下了精心准备二人世界的格雷斯。 两人在感情中的彼此犹疑, 不确定终于以争吵的形式爆发。 作者并没有交代两人最终是否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无论结果如何, 在这段感情中我们都确实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孤独。 格雷斯与拉尔夫的孤独在现代男女的感情和婚姻生活中是十分常见的。 如果单单用现实的眼光看, 格雷斯和拉尔夫不论从家庭、 职业、项目来说, 都是一对十分般配的情侣。 这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婚姻中最重要的几个要素。 但是如果说起情感的话, 从作者耶词描绘的《两人婚前》这一天的情境, 我们就不难看出, 两人的思维轨迹可以说是毫不其合。 格雷斯与拉尔夫对生活的追求是截然相反的, 格雷斯希望穿着美丽的裙子与爱人共度两宵, 但拉尔夫关心的却是, 这条美丽的裙子究竟花了多少钱? 如今流行一句话叫做 《好的感情是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用这句话来形容格雷斯和拉尔夫的感情问题 或许最恰当不过了。 他们两人只具备表象上的门当户对, 而在精神追求上完全是两种人。 打个比方说, 格雷斯想要的是鲜嫩的樱桃, 而拉尔夫却总是说苹果既有营养又便宜。 在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曾经指出, 随着西方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现代人的自我认知中, 很容易把自己当成一种商品来衡量自我的价值。 在爱情中也会陷入追求互换互利的误区。 简而言之就是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物质上的门当户对, 而忽视了精神上的情感需求。 由于女性的感性思维特质, 这种情感上的不契合感更容易影响女性的婚恋抉择, 导致许多现代女性在婚恋观上容易走入一个怪圈, 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人会因为惧怕孤独而选择恋爱结婚, 但婚后却发现有一个无法相互理解的伴侣, 只会让自己更加的孤独。 相比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 如今的女性更加重视精神上的契合度, 也逐渐意识到了婚姻并不是未借孤独的最佳方式, 但除了实之无畏的鸡肋式婚姻, 如何解决情感上的孤独仍然是现代社会女性必须面对的生活难题。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 在婚姻中,现实与情感的冲突让现代女性倍感孤独。 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年轻人, 尤其是女性在婚恋中常常要面临这样一个选择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 是否应该选择一个表面适合的人结婚呢? 也则在故事《万事如意》中就描绘了这样一对在感情上, 毫无契合度的情侣婚前的心理状态。 追求浪漫的格雷斯与务实的青年拉尔夫 在即将迎来的婚姻中产生了无法被伴侣理解的孤独。 而现代社会女性也越来越多地面对这样的孤独难题。 因为惧怕孤独而选择恋爱结婚, 但婚后却发现有一个无法相互理解的伴侣只会让自己更加孤独。 好,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二个重点。 在婚姻中, 现实与情感的冲突让现代女性倍感孤独。 说完这个, 我们来说第三个重点。 在生活中, 孤独是一段不需掩饰和逃避的自我修行。 纵观整本小说集, 作者耶茨用真实而质朴的笔法描绘了十一组小人物的生活画面。 他们或者面对着事业的压力, 或者面对着同事的排挤, 或者面对着家庭的困境。 因此, 出读之下, 我们往往会对其中的那些孤独者们倍感同情。 但他们的痛苦真的是源于孤独本身吗? 或许并不是。 在第一个故事《南瓜灯博士》中, 转学而来的小男孩文森特在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冷落与歧视。 老师赖普斯小姐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文森特的关心, 让他尽快融入新同学的圈子。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恰恰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让文森特遭受了更多的歧视。 文森特因而对赖普斯小组产生了愤恨并进行了报复。 赖普斯小姐的关怀处自于一名老师的同情之心, 而文森特也并非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孩子, 但他们的矛盾点在于期望强行地去打破孤独融入群体之中。 如耶茨所说, 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而在他故事中我们也并不难看出, 每一种孤独也都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有时孤独并非痛苦本身, 或许更是一种逃避痛苦的自我保护与慰藉。 小男孩文森特依靠着孤独来保护着他不愿让人窒息的家世, 而一旦走入群体, 这种保护色就土崩瓦解。 他编造的并不存在的父母的故事, 让他遭受到了同学们的嘲笑, 反而成为了一种不孤独的痛苦。 既然按照作者耶茨的看法,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那么如何对待孤独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解决的问题。 在对待孤独时, 首先要做的就是直面他。 在故事自讨苦吃中, 耶茨讲述了一位被老板炒掉的员工沃尔特的经历。 沃尔特从小就是不怎么符合大众优秀标准的青年, 成年后也是工作能力频频, 随时面对着失业的困扰。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 沃尔特无疑是孤独和脆弱的, 但沃尔特的悲剧不在于孤独本身, 而在于他对体面的孤独者这个身份的维护。 面对失业, 沃尔特最担忧的不是自己的生计, 而是能否在同事面前显得体面。 他刻意地关注自己的每一个背影, 控制自己的每一个表情, 在向好友求救时, 演示自己迫切需要找工作的现实。 在妻子面前装得若无其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沃尔特的孤独是自己营造的孤独, 他用拙劣的演技为自己营造了一种体面的生活, 并企图用这种体面赢得身边人的尊重。 但实际上, 这样的包装和演示出来的体面, 只能让沃尔特的内心因为痛苦和无助而更加的孤独。 哲学大师舒本华说, 人要么孤独, 要么庸俗。 孤独是与整个社会的思想相对应的一种心理状态。 大多数情况下, 孤独并不是一种坏事, 而是每个不麻木, 不随大流, 不迎合, 不妥协的人, 必然要面对的心理状态。 索贝尔虽然被劳工领袖辞退, 但他坚持认为, 人生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了钱, 他会继续为追寻文学梦想而努力。 格雷斯也大可不必为了逃避孤独而走入更加孤独的婚姻, 因为真正的不孤独只能靠他自己去勇敢地面对和克服。 对于每个人来说, 孤独都是一场不需要掩饰和无法逃避的自我修行。 面对孤独, 享受孤独, 才能真正的克服孤独, 获得心灵上的风影和满足。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生活中, 孤独是一段不需要掩饰和逃避的自我修行。 初读这本小说集, 我们往往会对每一个人物的生活倍感同情, 但是, 他们的悲剧真的是孤独本身造成的吗? 或许并不是, 在故事《南瓜灯博士》中, 转学来的男孩因为老师刻意地帮助, 而在群体中被嘲笑, 反而因不孤独而痛苦。 在故事自讨苦之中, 沃尔特千方百计地用体面的方式掩饰自己的孤独, 却只能让自己更孤独。 孤独并不是一种坏事, 而是一场不需要掩饰和无法逃避的自我修行。 面对孤独, 享受孤独, 才能真正地克服孤独, 获得心理上的风盈和满足。 好,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讲到在职场中, 孤独是对梦想的一种执着的坚持。 耶词在《与鲨鱼博动》中描写了一位小人物索贝尔, 他怀揣着文学梦想放弃高薪, 进入报社打拼, 但他追求的真实与这个虚假的世界格格不入, 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而索贝尔的经历也是耶词本人在文学道路上人生金鱼的真实写照。 很多人在出入职场时都怀揣着梦想和热忱, 但像索贝尔和耶词这种一辈子都追寻梦想的职场新人少之又少。 在这个人人都在不断成熟学着适应放弃迎合的社会里, 他们看起来是那样的愚蠢和孤独, 但正是这种孤独将他们变成了时代真正的强者。 其次我们讲到在婚姻中, 现实与情感的冲突让现代女性倍感孤独。 耶词在故事《万事如意》中就描绘了一对在感情上, 毫无契合度的情侣婚前的心理状态。 追求浪漫的格雷斯与务实的青年拉尔夫在即将迎来的婚姻中, 产生了无法被伴侣理解的孤独。 这也是现代社会女性必须面对的孤独难题, 因为惧怕孤独而选择恋爱结婚, 但婚后却发现有一个无法相互理解的伴侣只会让自己更加的孤独。 最后我们讲到在生活中, 孤独是一段不需要掩饰和逃避的自我修行。 初读这本小说集, 我们往往会对每一个人物的生活倍感同情, 但他们的痛苦或许在于处理孤独的方式出现了问题。 在故事《南瓜灯博士》中, 转学来的男孩因为老师刻意地帮助而在群体中被嘲笑, 反而加深了他的痛苦。 在故事《自讨苦之》中, 沃尔特千方百计地用体面的方式掩饰自己的孤独, 却只能让自己更孤独。 孤独并不是一种坏事, 而是一场不需要掩饰和无法逃避的自我修行。 面对孤独无享受孤独, 才能真正地克服孤独, 获得心灵上的风影和满足。 内容就到这里,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别忘了订阅爱上听书, 听书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